欢迎亲宝宝 欢迎亲宝宝 说你好 君哥哥好 谢谢来看一期生日公演的小伙伴 还有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来看 请 加油 好爱情 谢谢 谢谢 好爱情 谢谢 好爱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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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伙伴们 谢谢 今天是一期的生日公演 然后我就说一下我最开始 最开始对她的印象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期是那种 特别老实的那种专专孩 就是 我跟她接触的不是特别多 也没有觉得她身上有那种社会剂 对 因为刚开始我们只是听传闻 就接触之后就不一样了 对 可能她就是 外形吗 外形也还好 就是我觉得她就是 就是见到我的时候 她都是说说 闷闷前辈 然后就像佩馨说的那样子 然后弯着个小 小 就像皮皮虾我们走 那个小虾 皮皮虾 然后就变得活泼了很多 然后不是说 闷闷前辈 那个我先走了 然后说闷闷前辈 来嘛 来嘛 就那种样子 然后就是 而且她经常邀请我去她房间 然后就是 姐妹族语 对对对对 然后 但是她虽然就是 感觉 有着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成熟 但是她就是 她心里面就是 其实是一个很纯真的女孩子 然后她就是每次把我叫到她房间 以为真的会有 我也没有这么以为 就是以为会有什么事情 就是有急事啊什么的 但是她每次叫我过去说 闷闷前辈 快来吃吃吃喝喝喝 然后她就是买了一大堆的东西 自己不吃不喝 是来招待我们 你们加了上了加了毒 然后就觉得 这个小女孩子 其实是很乖的那种女孩子 然后包括就是握手会上 然后我就以为我粉丝 一直在排我的时候 然后结果就是去握一起 然后一起也会说说 闷闷前辈很好呀 闷闷前辈 就是一起在 嗯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是粉丝 你问我你推谁的 你推谁的 我推好晚期 冬月期 闷闷前辈其实很好的 哦这样子 没有 本来说如果没有推的话 她推我吧这样 哦 你们两个做一次吧 不是 对我觉得她也不是这种小女孩 反正我挺喜欢她的 然后希望她就是 可以快快乐乐乐的 在我们队长大吧 你也去不了其他队对吗 你内心是不是也很想去 那个队 哪个 不 现在只是我的队 对啊 不是 我的队 然后你的战队 你的战队 瑶瑶的战队 对 谢谢 耶 耶 耶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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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